2019年 一张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的全球变绿卫星图 引发了普遍关注 数据显示 自2000年以来 地球新增了5%的氯化面积 相当于亚马逊雨林的大小 其中有25%都来自于中国 这样的成果背后是中国横跨70年与沙漠抗争的历史 中国曾是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贫困线位于沙漠地区 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是生活中 每天都必须和沙漠打交道的沙民 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 世世代代与沙漠作着斗争 2004年以来 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 已实现由沙进人退到绿郡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中国地图上的绿色正一点一点延展开来 一个个制沙样本也开始在绿色版图中出现 这些树都是三十多年前种的 现在已经长这么粗了 但是这些树都比我年龄都大 郁郁葱葱的树木 矗立在茅乌素沙漠 见证着这里从荒漠变为绿岛的变迁 也记录着女子民兵制沙连 搏战封沙的艰难历程 1974年 位于茅乌素沙漠南远的陕西省布朗河乡 成立了54人的女子民兵制沙连 开启了近半个世纪的植树造林运动 45年来 380多位姑娘前赴后继 凭借愚公移山的精神 把青春和汗水挥洒在茫茫大漠中 西彩娥是女子民兵制沙连第14人连长 谈起当年 艰苦的日子历历在目 就是那个沙子打在脸上遮得很疼 还是打得眼睛都遮不开 这些树然什么的 就是老连长老民兵们 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亲手种下的 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斗争 曾经不断难清的毛巫素沙区 如今已成郁郁葱葱之事 被联合国环境专家 盛赞为世界制沙史上的奇迹 这一成果的背后 伊布朗和女子民兵制沙连为代表的制沙人功不可没 但植树造林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曲折 大家都有一种害怕的感觉 小的说这个树绝在这沙漠里边 就活就不活 有一次记得是下午往进去一住 一晚上分一锅 第二天锅的沙爷妈来买的 那姐妹们就都记了呀 记得就是都在那哭 那最后咋办呢 大家就跪下拿手 手挖开包 住了至少两母 全部拿手包开的 六十的姐妹 手却出血来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中国的防沙制沙 主要以建设农田防护林 飞波固沙造林 和防风固沙林为主 制沙初期 由于密集造林 造成的沙漠区地下水为下降 栽种的树木存活率不高 成为横跟在制沙连面前的一道难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 中国开启了以三北方护林 精金风沙园治理为代表的 国家林业六大工程 同时 中国对防沙制沙 进行了更多科研方面的投入 科研人员根据沙漠化成因及类型 把过去密集造林 改为低覆盖造林 并利用草方阁技术 加强沙化地的修复 毛巫树现在之类的面积 总部扩大 加上采用新技术 它的稳定性也在总部提高 未来估计十年到二十年以后 我们的防沙制沙令 基本上不会出现 衰败死亡的现象 塞汉坝位于内蒙古高原 与河北北部山地的交接处 在清代属于皇家狩猎场 木兰围场 到光地以后 木兰围场开围 允许啃光 渐渐开始衰落 由于过度开垦砍伐 这里的原始森林 草场 河流 一度退化成荒原沙地 如今 经过三代造林人 半个多世纪的努力 塞汉坝终又找回了他 猛汉和碧雨 美丽的高临的风采 我是63年5月17号 上了霸 一到了霸山 就见不着人了 几乎是 蛮地 往梁都是散 我们做的是马架子 就这样去的 用木头杆子一指 几个木头杆一串 上面一个 连起来以后 人进去 我个就得猛力而走 1984年来到 塞汉坝终于林场 到今年呢 已经35个年头了 塞汉坝的最大变化 从山上看 满目清脆 从数字上看 我们的面积在增大 从人们的吃穿住行上 林场的职工 也随着全国改革开放 这个进程 生活也在富裕 在塞汉坝终于林场工作了13年 是第三代塞汉坝物林人 如今我们看到的塞汉坝 是用两代前辈的青春和汉水 才营造起的万情临海 林场寄托的既有对青山绿水的期待 也有沉甸甸的责任 老一辈的成果 在我们手上 可不能毁了 从1962年到2018年 塞汉坝林场林地面积 从24万亩增加到112万亩 森林覆盖率 从12%增长到80% 造林成活率达到90%以上 曾经黄沙遮天日 非秒无期数的荒漠沙地 如今变成百万亩人工林海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 随着中国制沙运动的开展 中国人对荒漠化的认知 已经由过去的弹沙色变 到如今的变沙为宝 沙漠效益和资源的开发利用 成为当下中国制沙成果的新体现 库布奇沙漠 曾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 黄沙漫漫寸草不生 在历经30多年的改造和修复后 沙漠区域治理面积达6000多平方公里 如今的库布奇 绿意盎然 焕发勃勃生机 被联合国环境署 确定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 库布奇沙漠在治理杀害的同时 充分利用沙漠资源 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效益 也为当地农牧民提供了新的生计 改革开放40年以来 这个地方主要是居住环境好了 这块树木多了 我感觉我现在居住的环境 比城市里面都还要好 经过这么多年 30年的不懈努力 现在已经达成了 生物多样性的全覆盖了 每年的生态 就是我们的生物植物品种 都已经开始 已经呈现成这个态势 上升的态势了 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周边的农牧民 已经全民参与到旅游建设发展的过程当中 彻底脱贫 70年间 中国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病重 制杀与脱贫共融的道路 建立农牧业 旅游 光伏等一系列的产业 在治理沙漠的过程中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防杀制杀的成果 为世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中国经验 也为全球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 做出杰出贡献 中国荒漠化治理达到了逆增长 前十年我们是每年增长 34 36平方公里 就是每年扩展一个性 杀化土地每年递减是1980平方公里 在世界荒漠化整个都是扩展的趋势 中国是出现了土地退化的零增长 70年来这个生建植被覆盖度 由8.6提高到22.9 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对于杀取植被来说 是用杀取植被增活概度 因为多年来反而至少采取的是 桥冠草增活的植被概度 现在整个杀取的植被概度是18.3 根据我们增活的监测是十年的时间 由17.0提高到18.3 十年时间提高了1.3个百分点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1.3个百分点 这个是很难的 在不毛之地要展去植被来 是很难的一个过程 70年山河为政 亿万中国人用勤劳和汗水 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建设美丽中国的传奇故事 走出历史的沙尘 中国迈上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似相成 相得益彰的发展之路 成为绿色发展的受益者 渐行者和推动者